食藥署说加德遭大陆要求提交配方 因为涉及商业机密才拒绝注册 摊开大陆食品注册申请书的格式 其中必须填写原料配料项目以及占比 这难道就是要配方吗 卫福部说台湾被大陆要求的和每日不同 看你怎么解释嘛 对于某一些业者来讲 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 外国因为他们可以在线上去填写 他的线上上面有注明 就是说这个非必填难为 他要求纸本没有注明说 这个可以不用填 所以就变成通通是必填难为 配方的定义是什么 配方跟所谓的食品成分 那是不一样的要求 希望政府应该去搞清楚 应该要问清楚 但有专家透露大陆要求的 只是食品全成分标示而已 根本不是要求配方 离谱的是政府说今年3月9号 已经看到这表格 至今824件是由民间自行注册 政府推荐注册的只有31件 如果说这是大陆要配方 从3月到现在为何政府死不吭气 难道政府辅导送进的31份资料中 也帮忙业者提供配方给大陆 反弹啊也都到WTO去了 有要吗 离奇的是美国日本和国内 其他800多家通过注册的业者 也使用同样的表格 若真是被要配方 为何只有食药署和加德 时隔9个月才反弹 其他所有人都不吭气 蓝军炮轰蔡政府别将自己的无能 谢泽给对案 难道日本政府也提供业者的配方 来给中国大陆市场吗 恐怕不是这样子 业者成分比较大 搞不好对方就会讲 我要的不是配方 我成分是什么 不应该在这过程当中 刻意的去扭曲 出大陆产品出问题了 三部曲 第一个骂大陆 第二个大傻逼 第三个状告 如果三月政府就发现 大陆无理要求提供配方 以蔡政府反忠诚度 为何会半句话不说 甚至上千家业者注册 十小时食药署第一时间 根本说不出原因 如今权益受损的 全是业者和百姓 接着你谢谢林佩洁 第三条组台北采访报道